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说 她就是美的化身 她是造主 精妙无比的杰作 她生风乱世 几度理于时代潮涌和时局变幻的浪风 以金国的妆容 站出一派不同寻常的英雄的姿态 她是中国弹决创意立派第一人 梅派艺术 被视为中国金剧发展史上的笔成碑 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 关于她有着太多的传说 她的故事被许多电影 文学作品和纪录片 一次又一次地讲述 在那个时代 她何以成为一代金剧大师 一位表演艺术的巨匠 她精彩绝伦的一生 究竟隐藏着 怎样不同寻常的生命密码 还有多少尘封的往事 显为人知 娱乐 成统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作词 孙矩 一九零一年 中国历史上 疾风利雨的新丑年 紫禁城的主人逃亡在外 偌大的皇城 仿佛衰竭的心脏般 孱弱而空旷 大清王朝 正和他以外的世界 进行了一场 没有筹码的博弈 风雨飘摇 皇城之外 大十二附近 百顺胡同的一所小院里 一个学系的孩子 也将引来他人生之初的 一场风雨 这个孩子名叫梅兰 十年七岁 此时家里为他请来的老师 高高在上 神色严峻 这位老师一边做着动作 一边传授二进宫中的 四具老枪 这几句简单的唱腔 已经教授了老大功夫 可梅兰就是没能上口 联想到初学几日来 学生的种种木讷不化之态 老师终于忍无可忍 历生甩出一句 祖师爷没少你这碗饭吃 随后便拂袖而去 再也不远回来 这个被骂得一头雾水 雾字愣在原地的孩子梅兰 就是日后享誉中外的一代金剧大师 梅兰芳 公元1894年 梅兰芳出生于京城的一个金剧世家 祖父梅巧林是号称铜光十三绝的 十三位金剧奠基人之一 清末一代名诞 伯父梅宇田 是位老生太斗谭心培操琴多年的著名琴师 父亲梅竹芬也曾是宏集一时的金剧名诞 却于1898年梅兰四岁时不幸病逝 幼年丧父 加上伯父没有男丁 梅兰成了这个梨园世家 兼挑两房的香火船人 她七岁学艺 没想到出师不利 发生了老师盛怒之下 腐朽而去的那一幕 更糟糕的是 即使自家帐备也并不看好梅兰 他们觉得她不够聪明伶俐 相貌也很平常 梅兰的姑母秦老太太 曾用八个字概括 言不出众 貌不惊人 一百一十年前 北京前门附近的这条百顺胡同 及其周边 除了变卖祖屋 千居于此的梅家 还住着众多其他京剧名林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 祖师也不赏饭 不为师长看好的又年梅兰芳 曾经带给这个日益困顿的 梨园世家 怎样的无望 转机 首先来自他得益生命中的一位贵人 这个人叫吴灵仙 也是清末著名的京剧轻衣 她与梅家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梅兰的祖父梅巧琳 梅巧琳她刺激斑的头 他们家对人比较好 吴灵仙大概家里边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困难 从没不解 后来知道她家里边出事了 需要钱 梅巧琳大概是很得体的 说是林仙啊 有个槟榔果啊 你接着啊 扔过去 接开来一看 里边大概是一个将银票 解决了她的燃眉之计 按照当时的班舍制度 个人有固定的媳妇钱 但身为班主的梅巧琳 为人宽厚慷慨 情深主义 经常根据四喜班成员的家庭环境 经济状况 寄予和需要 事实地给予关照和借记 几十年后 吴灵仙依然感念梅巧琳雪中送炭的侠义和温情 1902年 她正式收八岁的梅兰为徒 成为梅兰真正意义上的开盟老师 学徒师的梅兰芳 每天五点就得起床 跟随吴灵仙到前门的黄城跟下六弯喊嗓 接着回到家里 开始吊嗓子 练声段 学唱腔 晚上还要念戏文 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外 都有功课 幸运的是 吴灵仙不仅不打骂学生 还深知孩子都天性好动 当她发现 学生唱得有些不耐烦了 就及时收住 改练身段和基本功 待金鼓活动开了 人也有了精神 再坐下来继续练唱 很多年后 梅兰芳在回忆录中 这样技术她的学徒生活 有时候我倦了 嘴里哼着 眼睛却不听指挥 慢慢闭拢来 想要打盹 她总是轻轻推我一下 我立刻如梦方形 挣扎精神 继续学习 她这样对待学生 在当时 可算是开通之急 要是换了别的教师 借方 可能就落在我的头上了 位于北京前门大街 肉食街路东的这个门牌 标记着老北京人 对京剧的热爱 二十世纪初的广克楼戏园 不仅曾是京城最早 最出名的戏楼 她与梅兰芳的少年时期 也有着极深的缘分 一九零四年农历七月初期 中国传统的奇巧节 刚刚拜师两年的梅兰 就是在这个戏园 首次登上了舞台 这一天 广克楼贴眼 硬节灯彩戏 天和佩 吴灵仙事先 与戏班班主商病 让梅兰串言 雀桥密室已辙中的知名 据说年龄小 个子矮 够不着布景的梅兰 是被师傅抱着 登上舞台的雀桥的 而梅兰 对这次演出印象最深的是 雀桥上插着许多喜鹊 喜鹊里面点着蜡烛 她说 我站在上面 一边唱着 心里感到非常兴奋 人生初见 舞台留给梅兰的 是带着梦幻色彩的 暖调的快乐 这份快乐 伴随着梅兰芳 此后五十余年的舞台生涯 也牵动着她 对吴灵仙一生的感念 1907年除夕之夜 13岁的梅兰芳 第一次听祖母谈起 她的祖父和父亲 祖母告诫她 一定要牢牢记住 梅甲忠厚树道的门风 而正是这样的门风 在日后 让梅兰芳一次又一次 得益良师 幸逢贵人 深深影响了她的一生 这次听祖母谈起 1907年梅兰代艺入科 搭班当时京城最有名的科班 喜连城 正式开启了她的职业演艺生涯 梅兰起初专系轻衣 这是京剧弹局中的一种 多扮演年轻端庄的女性 以唱功见长 但在武林仙的悉心安排下 这个时期她又先后跟随梅家的梨园亲友 习练了武功 昆曲 学习花旦 刀马旦 武生等行当 就这样梅家世代良好的口碑和人缘 让梅兰有更便利的机会转意多虚 而曾经受过的否定和家境的艰难 也激发了少年心中的倔强与坚韧 让她以超越常人的勤奋和毅力 成长精进 梅兰芳就是笨鸟先飞 比人家花了加倍的力量来学 死学苦学 所以她练功比别人更苦 学习比别人更认真 基础就比别人更扎实 然而在那个时代 像梅兰芳这样广学苦练的灵人并不算少 为什么她能够取得别人难以企迹的成就呢 很多年后 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样一个秘密 我打喜莲城班的时候 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倒 一直看到散戏才走 当中除了自己表演以外 始终在下场门的场面上 胡静坐在后面坐着看 越看越有兴趣 舍不得离开一步 慢慢地我在台上 一朝一世 一哭一笑 都能信手拈来 自然就会合拍 而更为难得的是 梅兰芳这个时期 看得最多的戏里 有谭新培 杨小楼 王瑶青 宫云甫 黄润甫 金秀山等等 这些老生 武生 半角 花莲演员 没有一个不是当时 最为顶尖的 金举名角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梅兰扮演的女人 眼中泛起盈盈水韵 闲尽端庄中 别有默默柔情 正迎了金句行当里的 那句老话 不封魔 不成活 这个曾经言不出众 貌不惊人的少年 竟有日复一日的 专心观摩 实践和开悟 在不断地自我超越中 渐渐站露她 惊艳的一面 1908年 喜连城的创办人 牛子后断言 这个少年 日后必成大器 随赠一名 梅兰芳 从此 这个名字 扮她长城内外 叱咤南北 1911年 对梅兰芳来说 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 辛亥革命爆发 整个中国 迎来了一个 三千年未有的巨变 这一年 梅兰芳的第一个孩子 永降生 梅家添了新的香火传染 也是在这一年 凭借玉堂春的首演 梅兰芳这个名字 红遍了京城的戏源 而这一次 她的贵人 是自家大伯梅宇田 梅兰芳那个时候 是她的伯父 梅宇田给她操琴 有一次梅宇田 她听了一个票友 叫林继红 把这个玉堂春的唱腔 全改了 唱腔改得很好听 说你可不可 原来学的东西改掉 你听到的 梅兰芳同意她伯父的建议 就按照林继红设计的 一个票友设计的唱腔 去唱了这个玉堂春 然后呢 她就显得就 比原来的要清新 委婉 好听 有很多心意 1911年的这个秋天 京城的戏源 都在谈论梅家叔侄俩的 这次合作 而在广泛的热议中 开始真正躋身 京城名角行列的梅兰芳 也从这出 新疆老戏的成功里 深切感受到时代的变化 进而启发了她 作为一代大师的艺术自觉 这一年她17岁 梅兰芳自己的演唱特色 从玉堂春 这个事就开始了 后来她自己 而且凡是自己的枪 她自己就有自己的一种唱法 修改 前进 完善 美化 玉堂春的意义就在这儿 这张照片拍摄于玉堂春首演后的第二年 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 依然稚嫩的梅兰芳 特意走进照相馆 留下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瞬间 这时 虽然大街上还到处都是拖着辫子的人们 但随着两个月前 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晚清以来 不准男女同台演出 同场看戏 不准带灯演戏等 针对戏曲演出的各种禁令 纷纷废止 黎元航也像中国的各个角落一样 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一般的剧场造题 是不卖女座的 不卖女座 后来呢 进民国了 卖女票了 可不能坐在一块 楼上楼下 最后才男女合作 后来有人曾这样感慨 民国初年 仿佛一夜之间 戏园子里就多出了女性的身影 在这之前 人们欣赏京剧更多的是听戏 后来慢慢就变成看戏了 大量的女观众 进入他们会更多的能够从 女性的戏剧人物上 分享这些情感 分享他们的爱恨情仇 因此呢 淡行的重要性慢慢开始凸显 对于整个戏剧的风格 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此时的美兰房 嗓音清脆 畅强圆润 做工精致 扮相极佳 这一切 与新的神威思潮 是如此契合 经历十载魔力的少年 似乎正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去拥抱那个属于他的时代 不应该是如此契合 也outube 谢谢 动作 你 不应该是 上海 中国近现代 最重要的拜卯通商口岸之一 素有东方时尚之都的美誉 自一百多年前起 十里扬长出了种类繁多的舶来文化 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派京剧 也在蓬勃发展 清朝末年 随着谭新培等京城名角 不断难来演出并受到追捧 这里建成与北京遥乡呼应的 南方京剧重镇 1913年深秋 上海的戏迷们注意到 本地最有影响力的戏员 单柜第一台 又迎来新的京城名角 在申报提前半个月 就连续刊出的演出广告 以貌如子都 生如鹤丽 南北第一青衣 兼花旦等词语 来介绍一位名叫梅兰芳的北京新角 一个成功的起遇 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终于出现了 上海太开放了 它在艺术上接受 外来的东西都很快 你只在北京红 你不算好剧 你必须在南方 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样的 是好剧 让你才是大江南北的名剧 1913年10月 梅兰芳生平第一次离开京城 陪同众名老生演员 王凤青来到上海 王凤青的包饮 那一期大概一个月多一点吧 他3800两银子 那时候梅兰芳这1800银元 就那个价钱 据梅兰芳后来回忆说 戏员最初给他开出的价码 只有1400块银元 是王凤青一再争取 才是对方最终让步 这个有关包饮的小插曲 让梅兰芳感到了 大上海的压力 出乎戏员老板意料的是 从灯台亮相的彩楼配开始 上海观众就喜欢上了这位 扮相与唱作俱佳的年轻金角 前三天的打头戏 出奇地顺利 这时 王凤青向戏员老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甘愿充当配角 让梅兰芳在上海 压一回大咒 在京剧表演中 通常越精彩的戏越往后排 防止观众中途离场 同时营造演出细分节节高的效果 而排在最后的大咒戏 无疑是整场演出最重头的戏码 梅兰芳意识到 真正的考验来了 他认为再次抱着肚子唱 可能不行了 就是说怎么让上海观众喜欢 能把观众压住 压住这个台 就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排出一出木刻载 枪条木天王 又打的 1913年11月16日 单柜第一台的上海戏妮们 见证了中国京剧史上 又一个经典形象的诞生 一年之前 他们刚刚把临界大王的牌匾 赠于五次到户演出的 老生泰斗谭心培 此刻 台上的这位青衣 花旦 刀马旦 无不精通的年轻蛋卷 所展现出的另一种绝美的韵质 同样令他们为之倾倒 上海人发疯了 这么一个就知道抱着肚子唱的人 居然还打呢 居然又抢亲呢 抢亲以后 又闹事 把他老公公都拉下马来 那种很有故事性 他真正大红大字 就是从上海演出开始 那从上海回来以后 他的影响就一发而不可收 四十年后 梅兰芳依然清晰地记得 这出木科寨首演的日子 这一天 他再一次跟上了 时代变化的步伐 他站在一个清旧文化 一个交汇处 梅兰芳先生站这个点 站得非常准 因为在此之前 淡行的演员 在京剧界的地位 一直不如老生那么高 老生一直是挑着京剧的大梁 1913年的梅兰芳的上海演出 我们可以看成京剧史上 从以生行为主 到生诞病重的时期的 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 一切都在进化 已经开始冲着 新的方向迈步 朝前走了 那时 梅兰芳所关注的 已不仅仅是演出的成功 大上海每天扑面而来的新鲜事物 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 开阔着他的视野 他说 这短短的五十几天 在上海的逗留 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 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1914年元旦前夕 一列北上的火车 缓缓开出上海站 没有人知道 车上有一位未来的艺术大师 正带着满满的 革新京剧的冲动 与他的时代对话 所谓巨匠 当时代选择了他的时候 他已是 一身玲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